25%還是基層液質 全人口比我們收穫的大概降低百分之10 所以愈列可以知道這樣的數據 今年因為擴大半年 所以我相信這樣的數字應該會突回我們進行 這個整個的資險成效 因為非常非常多的研究計畫 去評估江醫師整合性照護的成效 你可以看得出來 可能減少民眾問診 這個沒有很顯著 可能是有 這次民眾的醫療發揮可能有 但是也都不顯著 最重要的是民眾滿意度提升 強化民眾對於轉整的滿意度 也就是轉整 因為透過很好的雙向轉整建立 也就是跟醫院之間很好的Affiliation 轉整就變得非常有效益 提升健康促進的效益 再來就是提升整個醫療服務的品質 所以要怎麼讓民眾對加年一次制度有感 最重要的是20小時之前轉線的快速 每一年中央都會去測試每一批要求 20小時的保險 一定會測試 測試它的環境 所以這個是民眾有感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有可激性量很高 隨時有健康問題 大家都有一個可靠的人可以來質詢 再來就是我們要針對會員 給他適當的追蹤